菇,如果有条件的,可以加上不同的菇类,鱿鱼丝,猪肉和牛肉干。 猪牛肉混合干,还有鱿鱼丝剪小块。 萝卜一条血皮。 萝卜一半切大块。 另外一半切小块。 先煮大块5.6分钟。 水不用太多。 因萝卜出水。 加入少少盐。 大火煮5.6分钟。 煮至半透明。 再加入另外一半小块萝卜。 可能我的水太少,需要再加入一点水。 萝卜切鱿油。 撒出萝卜。 剩下的水放凉备用 耗油1汤匙 日本酱油1汤匙 鱼露半汤匙 台湾绍兴酒 胡椒粉少少 红糖1池羹 麻油少少 拌匀备用 用水泡软的菇捞出 剪大小均匀 锅水备用 下面有沙的水不要 沾米粉150克 玉米粉30克 被我不小心剪丢 萝卜水和菇水混合 一共300克 分两次倒入拌匀 肉干留一点备用 油鱼丝和肉干一起炒 不用炒太久 倒入少少油 倒入香菇一起炒 倒入调好的调料 蘿蜡蜡 再倒入所有的萝卜 关火倒入粘米粉 再倒入调好的粘米粉 分两次倒入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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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 焖一分钟 开火 中火 翻过来再焖一分钟 拌匀 沸騰 multipl 过来 关火可以捞出 电饭煲茶油 可以防止粘锅 将炒好的萝卜倒入电饭煲 用油纸压紧 电饭煲用煮饭的方式煮两次 第二次倒入剩下的肉干 再次用油纸压紧 我家电饭煲需要放凉之后 才能煮第二次 煮好的萝卜糕 需要放凉才能倒出 先用叠盖上电饭煲翻过来 再用另外一个叠盖上 再次反过来 正面朝上 放入冰箱 一个晚上再拿出来煎 煎之前 需要在鸡蛋里面浸泡一下 这里有一个小贴士 我自己感觉 粘米粉太多少 有点不够粘 如果朋友们需要做萝卜糕的时候 加多一点粘米粉和玉米粉 味道非常不错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为我订阅和点赞 我订阅和点赞 我订阅和点赞